剩下的三个一起上 徐景明看向剩下的三名虚拟高手 都是基础战力一万 擅长各种兵器的 只见三名高手围攻而来 有扔出飞幅的 有挥动鞭子的 有手持双刀的 但徐景明却是主动迎上 身影变幻 修 修 修 身法变幻的同时 三道剑光一闪 三名高手进阶化作虚幻消失 请看慢放视频 徐景明屏下 很平静指着旁边显现的慢放视频 遭到围攻 千万别留在原地当靶子 需要高速移动 我能够轻易破镜对手 主要是步伐占据很大优势 步伐是下一颗内容 今天你们只需要看我出剑即可 三剑 分别是次剑 点剑 斩剑 你们看不同的出剑招式 同样都是起手时间最长 徐景明指着慢放视频 起手时间 占据出剑的大概60%至80%的时间 徐景明说道 任何一种兵器 都是起手速度最慢 甚至是汽车 也是发动的时候最慢 人跑步 也是起步的时候最慢 徐景明说道 所以我们需要刻意去锻炼 起手速度 让起手越快越好 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招的极限速度 比如我出枪速度破音速 徐景明笑道 那只是最高速 我们更要在意的是起手速度 起手快 整体才够快 令敌人难以抵挡 徐景明笑道 关于这方面的训练 在武道馆详细课程中 我也会记载多种方法 让大家训练 好了 今天第一次直播讲课 就到此结束 徐景明说道 第一次直播 主要讲述了武道最基础的两门课 一是招数威力 二是出招速度 详细课程以及练习方法 明天我就会上传到武道馆 我的武道课程 相信练了前三堂课 就有望达到二阶水准 练完九堂课 就有望达到三阶水准 至于四阶 我的武道课程 也会给一定的引导探索 徐景明说道 说着也就关闭了直播间 无数观众们还在听着 反思着回味着 就这么结束了 结束的也太干脆了 二十九亿观众呢 说关直播就关掉直播 我还想要打赏呢 就结束了 不给机会了 观众们说着 徐景明的讲课 感觉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过去只知道练 只知道实战 现在懂了 练 到底是朝什么目标去练 实战 又是追求什么 是的 有目标了 练身体发力 其实就是追求更大的质量 更大的速度 动能自然大 针对敌人的神经反应极限吗 无数人们浮想连篇 对战斗有了新的理解 刘海在看台上露出笑容 景明讲的舞蹈第一课第二课 的确是基础的基础 但他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让受过教育的人 更容易理解本质 理解了本质 学起来就有方向了 不过 现在只是讲了 招数威力和速度 我倒要看看 舞蹈的其他方面 景明会怎么讲 刘海教人教了一辈子 对徐景明的教导方法 也颇为期待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吗 宛如大雄般 坐在看台上的 泰格星浩福森 摸着下巴 更大的质量 更大的速度 我早知道 质量和速度的重要性 原来可以从动能角度理解 动能 我上学时听过 记不太清楚了 泰格星浩福森 暗暗嘀咕 出招速度 难怪我都是以利压人 很难做到 让对手反应不过来 原来是我大斧 灰批需要时间 我的出招没法做到 比同等级对手的神经反应 极限还快 泰格星浩福森 更多寻着本能 寻着战斗直觉 如今徐景明一讲 他也有些豁然开朗感 这堂课虽然是基础 但值得我打赏个一万块 泰格星浩福森起身 既然直播间关闭了 就不能怪我不打赏了 起身 泰格星浩福森离开了 舞蹈格斗 实力强的人也不一定能讲明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向 徐景明虽然讲述的是最基础课程 依旧让一些顶尖高手 从新的角度观察自身舞蹈 至于那些练了三个多月 依旧在银乐级要日级挣扎的普通人 更是觉得收获颇大 我都感觉很有收获 可能只要上过初中就能听明白了 看台上 程子豪也觉得颇有收获 就一堂课 全球观众汇聚 最高在线人数突破29亿 程子豪只觉得羡慕极度恨 这样热度直播 徐景明说关了就关了 一堂课 打赏就超过两个亿 虽然因为是他第一次直播可能比较多些 以后直播打赏会少很多 可依旧太夸张了 我整个公司 其他所有主播加起来 都远远比不上徐景明这个直播间吧 程子豪只觉得心里好不适滋味 老板 周峰出现在一旁 走到了程子豪身边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 程子豪不耐烦道 是这样的 梁少爷想要退股 周峰说道 退股 程子豪看向周峰 是的 梁少爷说缺钱 想要退出在我们公司的股份 周峰说道 想要老板你给个价 购买他的股份 让他退出 让他做梦吧 程子豪瞪眼 他天使投资 早早就投进来 公司估值一路飙升时开开心心 现在公司遇到困境 他想要退了 想要退也行啊 他自己去找下家 我从来没阻止他卖股份 让我买 做他的春秋大梦 周峰犹豫了下 要不 给个低价 别管他 我没义务回购他的股份 程子豪皱眉 老子烦着呢 哪有心思管他 周峰说道 老板 如今星空榜上的全球高手 可以面向全球直播 除了刘海 辟亚诺 徐景明三人热度会高的离谱 其他97个人热度也会比较高 这100个人占了太多流量 比如徐景明刚才直播 最高在线突破29亿 可能全球看直播的 一半人都来看他的直播了 这也太疯狂了 可能是他第一次直播的原因吧 程子豪说道 刘海直播可不止一次了 普遍都能稳定在20亿人观看 周峰说道 这些人的直播 对整个直播市场冲击太大 外界对我们这些直播公司的估值 都降了很多 甚至担心蓝星联盟出更多政策 形势变得更糟糕 我知道 程子豪皱眉 强倒众人推 周峰说道 老板 公司走下坡路 很多危机就来了 老板 你得准备好应对方案啊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程子豪起身 离开了直播间 周峰见状 看着黑漆漆的直播间 叹息一声 之前竞争激烈 公司日子就不好过了 现在整个行业走下坡路 公司就更麻烦了 现在都有股东 要退出了 周峰也挺烦恼 他看着这一切发生 也没有解决危机的方法 讲完课后 徐景明开始剪辑直播视频 并且继续录制一些配套的练习方法 配套的演练视频 景明 估计要多久啊 李淼淼 站在一旁说道 练习方法 演练视频 都很容易 就是剪辑麻烦些 徐景明毕竟没经验 虽然虚拟世界的剪辑变得非常智能 可还是手忙脚乱 我来帮你 李淼淼说道 你说要求 我帮你剪辑 好 徐景明这才觉得轻松些 二人配合 耗费三个小时 总算将五到第一课和第二课都剪辑完成 课程已经非常精炼 第一堂课28分钟 第二堂课25分钟 没法再压缩了 李淼淼说道 好 徐景明也看了一遍 点头 我没发现问题 你看了感觉怎样 挺好 讲的理论 实战演练 练习方法 全部都齐了 李淼淼说道 徐景明点头 那我上传 点开个人面板 通过武道馆的紫面板 将两份课程上传了上去 感谢